哈喽,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美国 Desla 昨天呢,它收市的时候呢 就小起嘛 有上涨少少 大概是 3%左右 但是呢 如果你看图的话呢 它才是没有能力 站上去这200天的均线 这条线 这条线 黑色的 没有能力站上去 基本上呢 没有站上去呢 我还是认为呢 就不要去 做多吧 暂时还是继续观看 呃 看它几时可以站上去 就好像之前加个这样 这边它不是站上去了 然后就一直有一轮上涨吧 这次呢 继续观察 看它有没有机会站上去 但是老实讲啦 老实讲啦 这个 它 你看一下啊 它之前跌的时候啊 就是这边啊 它是这样子跌的 现在呢 它是这样子跌的 看到分别吗 分别就是说这个 慢啊 这个slow啊 这个是 fast 就是跌的比较快啊 跌的比较快 所以 才是有点 还是有点 还是有点 什么的 才是有点看空的 这个味道 所以才 没有站上去 MX200呢 真的是不要随便去接 ok 这就是我的意见 ok 呃当然 呃 你的钱 你自己做主 还有就说 如果跌破这条线的话 就是做空的机会 之前就讲过了 谢谢大家